为在万里区的野柳地质公园在近几年来要升成为国际的观光景点 更成为路客来台旅游必定造访的景点之一 而地质公园在去年更是创下了269万的旅游人次 不过从园区开放以来 门票的部分在这18年来都一直维持在全票50元的价格上 而为了维持园区的品质 日前所委外的地质公园厂商也向交通部观光局申请票价的调整 而北观处也在这个月确定了明年的票价会从现行的50元调高到80元 我们的野柳地质公园在明年103年的1月1号 门票会从50块提高到80块 主要是因应18年来我们18年来第一次的调整 原则上在我们国人的所有的旅游里面 为了提升这个园区的服务品质跟环境 那随着这个国民旅游的成长 所以我们野柳地质公园除了做游量管制以外 那确实要提高它的品质 所以才需要微调它的整个的票价 目前野柳地质公园有将近八成的游客 都是来自国外的观光客 因此以现在票价50元来说 有些建设都必须仰赖政府补助 入不敷出 而北观处表示 未来在涨价之后 对于国内的游客来说将会有两大优惠 除了每年会提供1000名的小学生 免费进行环境教育课程之外 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 在暑假期间的三个月内 都能够免费入场 这个调整以后在国人方面 我们有提升了很多的水准 譬如说第一个 在我们北海岸地区 我们提供1000名的小朋友 1000名小朋友来上自然环教中心 是完全免费的 第二个我们在暑假 尤其我们国人暑假 会带小朋友到野柳 暑假期间三个月 12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是完全免费的 第三个在国人方面 我们的团家庭票 家庭票是维持原来的票价不变 在从103月1号 国人你可以用你的手机APP 线上你就可以查询 我们野柳地质公园 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里面 我们提升整个野柳地质的油气品质 随着观光客的人潮越来越多 在园区内的管理维护成本也随之提高 而在调整后的票价 将会比现行原本的还要多30元 涨幅达6成之多 不过对于国人游客来说 将会有不少的回馈福利 而经过地质公园的价格调整计划 申请通过之后 预计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开始 就会实施 记者许端一万里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